话说虚足,并不懂得围棋 某曲漫谈武侠小说 却无意间破了一个蒸笼 相当困难的围棋截棋 跌破了单场武林各大高手演进 你虽是虚足,我偏偏要给你始祖 虽然虚足一心想吃素,想出家,想当好和尚 但是,偏偏事与愿违,偏偏就被捉弄吃肉,又以美女梦姑发生关系 谁也没有办法预料 计划永远感不上变化 过母千辛万苦送小孩出国念书 要求小孩不要打电话,不要回国 因为费用太高,却又私下埋怨小孩不回国,不打电话 唉,这是最好的安排吗? 说,这到底要怪谁呢? 凡事随缘不强求才是最好的 凡事随缘不强求才是最好的 心存善念,老天自有安排 不是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